清迈到华欣有900公里 自驾大概需要11个小时 我们早上6点就出发了 很久没有追赶过太阳了 这样的美景 让我觉得早起太值了 这一趟旅程是蹭来的 曹哥带着他的泰国太太回老家 我生病出狱 出发就是续命 迫不及待就跟来了 11个小时之后 我们到达华欣 Micky已经订好了酒店 从酒店其实旁边一出去 那里就是海边了 先去看看房间 这是我们的房间 角阳台 1700的房费 很漂亮哦 喜欢妈妈吗 孩子们以后不及待的 他还年轻了 孩子们很快乐 而大人很悠闲 吹着海风享受美味 这一天就结束了 睡了难觉 下去吃早餐 风生的酒店早餐 开启了一整天的好心情 我们现在跟着豪哥 要去一间寺庙 这间寺庙的特色 是猴子 和大大的抽签桶 噢 到了到了 这里有着好多猴子 传说中的猴子出现了 他居然不让我下车 他就这样跟我对峙着 最后我认输了 我爬到另一侧的后座 开门下车 接受采访 那好像什么感觉 在里面 我在里面 我会下车 然后呢 我一刚把那个门 打开一条缝 他就盯着我 他真的很想进去 要进去 对 刚刚那个人就说 一点把门关起来 猴子会进去 对 所以我 还不走 豪哥 然后我刚那小眼镜 看着我 我第一次发现 我那么怕猴子 近距离的 好威武啊 加油 姐姐 不是 还没有开始 就已经咬了手就钻了 好县 我看看 这个抽签桶 真好大好重 我很困难才能抱起它 然后因为裙鞋 然后它根本不是我控制 哗啦啦的 一堆全都掉出来了 哈哈哈哈哈 dennu 哈哈哈哈 你看看这样 你快哭了 你就抬起来了 你再跟这些紧出来 快点快 其实我想说在泰国很多时候的戏剧 总是让你觉得很温馨 比如说就像这个西瓜小座椅 它就让你觉得心里微微的一动 是不是猴子就这个寺庙的特色 你看这里就一只大猴子 然后这个寺庙上面 它是你看好高 我想了一下我不上去了 对我这种男虫 我好怕爬坡 他们在那里逛街 然后我出来 我发现这里看出去好漂亮 就这样看到海了 看猴哥又来了 买了两百猪的猴子食物 来来来来 食物一去猴子就来了 我在腾中的收屋里过 所以我对这个没有多大的兴趣 我觉得腾中的猴子很讲道理 不像这里的 好吓人 这温馨的山口自家不为食物所动 比人杀狗粮还要令人感动 龟山洞 这是在海边的另一个寺庙 我经常在寺庙看到这种小和尚 很可爱 在泰国看到了很多的寺庙 真的是各自有各自的特色 其实没有想到今天在海边的这个寺庙 也是让人眼前一亮的 这里过去是要脱鞋子的 妈妈要脱鞋 你的鞋还是我的鞋好不好 好呀 她在这一天她就感觉眼睛 她感觉她的那个眼睛一直在这样看 真的 在寺庙里面自有我的拍照 我觉得也是泰国寺庙 让人觉得非常友好的那种非常好的感性 好哥打个招呼 其实我对寺庙是没有太多的感觉了 因为寺庙觉得会有很多清规戒律 这不准那不准 但是在泰国的寺庙 她比较颠覆我的这种感觉 知道我现在能感觉吗 踩在这个地上 有点热烫烫烫的 真是别有一番感觉 妈妈 好烫 就是好烫 然后那边据说就是那根金龟 是很特别的 我们去看一下 据说乌龟是代表长寿的 像我这种大病出狱的人 那我真的是要过来摸一摸 乌龟头 希望未来我们大家 都健康平安 这是今天午餐的地方 我很喜欢这种室外 非常自然的空旷的环境 宝哥和他的太太 这一次是我们的大揪心 因为他太太是泰国人 所以我们吃饭住宿都不用炒 没想到价格 有沙就是快乐的童年 还好 每位的最大我都可以 餐上来了 最辣 还喜欢 问题是还有中国人最喜欢的豆腐煮 今天的第三个活动内容是骑马 在海滩上骑马 我没想到我女儿那么喜欢骑马 心心念念说上次在内蒙主骑了马 今天也要来骑马 骑上他选的小白马 头也不回 突然有一种孩子长大了 离我而去的感觉 15分钟 很快就结束了 你要飞起来了 晚餐是在一间很大的音乐餐班里吃的 什么呢 臭豆 这个吧 臭豆 臭豆 阿老爷呢 哎呀 他不懂 闻着臭吃着香是不是 他就好像臭豆腐 你死了 跟着泰国人一起吃的泰餐 就特别的正宗 地道 美味 而且性价比 滑兴的海 让我们开始处处 这次旅程的回忆 也让我们对后面的行程 充满了期待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